幾百名陸峰烏瀚村村民聚集示威 並高呼口號要求貪官下台和歸還土地 外電引述村民說 封局封鎖烏瀚村並撤斷糧食供應 陸峰市紀委批准立案調查涉嫌違紀的 烏瀚村黨支部書記和副書記要求他們相歸 即是在規定時間和規定地點交代涉及的問題 當時政府決定凍結村內一個 和碧桂園合作的地產項目 規定以後將由政府主導規劃 在得到大多數村民同意後 才可以將農地進行開發 並依法處理得益 在上星期日 一名村民被控參與9月的徵地抗議 被警察拘留期間撤死 當局指他是死於心臟衰竭 但村民懷疑他被毆打致死 引發大型示威